印尼兴起华文热 日前由驻印尼代表处举办的首届华语演讲 以及以留学台湾为主题的海报设计比赛 有200名高中生及大学生参加演讲比赛 海报设计则有72名 报名踊跃 演讲竞赛分成在家有说中文与在家没说中文两组 参赛者除录制三分钟演讲影片 还需以繁体中文制作标题与字幕 评审认为参赛作品专业且亮眼 可以看出学生的热情与创意 蛮惊艳的他们的评语就是说超过预期 尤其是在家不讲中文的一名学生 因为他们比较缺乏实际运用的机会 可是他们非常的有热情 这个是这个唱作俱佳 就是除了中文能力以外 其他的一些的那个表情各方面都很丰富 要以正体制就是一般所说的繁体制作为比赛迎代的字幕 因为在印尼的话简体制的运用还是比较广的 可是我们是希望提倡正体制 在印尼中文教材大多由中国提供 因此简体制的运用比较广泛 不过欧淑芬认为提倡正体制可以理解造字的原理和意涵 增加学习兴趣 未来若到台湾留学也较容易适应 教材方面因为是对岸可能供应的比较多 那他们学校大部分是用简体制 那我们如果是台湾来到老师呢 我们会很技巧性的就是把繁体制所谓正体制给带进去 比如说课外的教材我们介绍台湾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字幕或者是相关的东西就用那个正体制写出来 雅加达国立大学台湾教育中心去年成立 不久即发生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 台湾教育中心透过咨询或分享会 社群媒体出版手册等方式 推广留学台湾的奖学金 台湾教育中心Instagram已有超过5000人追踪 就读金门大学的魏美雅 以金门模范街的红砖拱狼为背景 视觉效果鲜明 得海报设计比赛的首奖 欧淑芬说 台湾教育中心未来的文宣将采用它的设计 展现印尼学生的艺术才华 落实台湾与印尼共同培育人才的理念 印尼去年晋升为台湾境外生的第三大来源国 有约1.3万名学生在台留学 台湾教育中心主任蒂尔塔表示 台湾对穆斯林非常友善 提供方便穆斯林祷告的祈祷室 学校餐厅也有清真认证的饮食 是印尼学生最向往留学的亚洲国家之一 我们在台湾教育中心内 与台湾教育中心理念 台湾教育中心理念 台湾教育中心理念 印尼掀起中文热 教育部也委托台湾优质华语中心 协助印尼培训华语老师 一年约300人 有几所印尼的大学 已同意邀台湾老师任教 不过因疫情战手耽搁 有些学校的学生 则透过线上发表的方式 展现对台湾的动画 流行音乐以及文学等的研究成果 内容丰富